你们以前可以玩游戏的啊 画一个笔线那些啊 我是听说有些人玩了 他会自己伤到自己的生命 这一对情侣搬进一间骄傲 然后他们是想要说 就是透过像一个监视器这样的方式 来记录自己的生活 但似乎他们记录下来的 不是他们的生活 是灵异事件 哦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想问你们哦 你们懂什么是阴阳眼吗 就见得到好朋友的眼睛 等你们来 有没有来身边的朋友啊 还是你们有听过 睡睡睡啊 有阴阳眼这样子 受发在我的network里面 我都没有听过 或者是遇过这样子的人 我也是没有 可是我听讲说 好像比较多是小孩子 他们小时候会看到 可是他们长大就会 而且长大会忘记 可是小孩子他表达不了 他只是哭爆了 甚至他会跟你很奇怪 又表达到 而且我也听过 就是有一些妙哦 是可以把你关掉 就是如果你有 他可以帮你关门这样子 我很奇怪 我喜欢什么一个Christian哦 suppose来讲 通常别人 对我的印象应该是 不会有这种灵异事件 可是我身边来 就很像我刚才分享 那两个男生朋友 也是Christian 然后我现在要分享 这个朋友 他也是Christian 那他是能够看到 就是所谓的鬼 可是他不是来 不是 可是他的看到不是来那种 他跟我讲的时候 我会来 我就有很多问题问他 就是来 蛤到底是怎样啊 说说说 就是到底是怎样的世界 可是他 我不确定 是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 因为我听 我听过几个人的分享 他们看到的东西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嗯 虽然大家都是阴阳眼 可是可能阴阳的那个点 时长不一样 我朋友是来 他看到是 会用 就是会以很奇怪的形式出现 就很像会有 猫头人身 就是能想象 或者突然间 就是来 或者就是一团 一团东西那种 就是 比较 很难去形容他的 他不是那种 电视剧里面会看到 就是那种很db个的啊 他就是来 会以那种 很奇怪的形式出现的 我就有问他哦 呃 我就 就大家肯定都会好奇嘛 就是在哪里 在什么地点 会最常看到这些东西 他就讲 就是阴暗的角落 就是 或者就是 呃 用我们的话来 就是来 罪恶比较多的地方 比如 警察局 呃 不是啦 就很像那种赌场啊 我因为警察局 因为警察有那个 那可以 对 警察的那个皇冠 是有辟邪的 哦 因为来 我们讲 罪恶比较多 很像赌场啊 就比较乱一点的地方啊 然后来那种 呃 就是 就是那种 比较多犯罪案件发生啊 或者就比较 可能低气场 那种地方啊 就是 就是这样子哦 然后 嗯 所以我就觉得很神奇啊 就是来 哇 一个Christian朋友 跟我讲 看到鬼 然后我就 其实我是真的相信 在阴暗的角落 是会有这些东西存在 就好像我朋友家这样 他其实有一个角落诶 是有 有那个东西存在的 然后 那是因为有人感到不舒服了 然后他也找人家 是看过了 嗯 那个角落 确实是有 那些东西的存在 而且他们 是住在那里 就是待在那个角落吧 嗯 所以到现在 那个我的朋友家 还是有这些东西存在 就是 只要你不要触碰到 他们的 住的地方 其实你还是可以 正常生活的 可是没有想过 想要搬家 他们OK哦 他们OK就OK哦 所以他们 可以接受 他们 同时存在 他们接受 如果 共同生存的话 就 OK哦 OK哦 你steady 你的朋友 可能就是来 怎样你不冒犯到他 他其实也不会对你 是 你就让他 待在那个角落就可以哦 可能你去冒犯他 可能还更糟糕 不管你去到哪里 他都 去控到那个角落 任何一个东西 就触犯到他 对有些人来讲 鬼的东西 他其实就是一个 他确实就是一直存在 他只是来 存在在不同的维度 或者来不同的 不同的空间 然后 有时候磁场混乱啊 还是什么的时候 你就会突然间 看到他们 这很科学 以前我有去看那种 去抓鬼的那种 我们突然间转频道 我们听到以后 讲关于科学了 对就是那种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看的那种外国的 就是他们会去拿 看车器 就是 就是哪里哪里闹鬼啊 然后他们就会 一群人拿着器材 然后就setcam 然后那些 然后就在那边 test有没有真的鬼 这样 我 我 我 OK 你讲这个东西 我以前 小时候会去看 这一个这种 所谓的节目 是因为我看了 是因为我看了Ghostbuster 你家Ghostbuster 他们是拿那个 仪器去detect的 所以我就好奇 来这个东西 真的假的 现实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本来是有的 真的是在美国 你可以看那个磁场 然后他们就是 最后就是用磁场 来解释这个东西 我现在突然间 被trigger到我的memory了 以前小时候 跟我的仪仗 也是他会去看 这种节目 就是他们会去 找这些东西 以前电话 也是有apps的 我不懂现在有没有啊 以前有一段时间 我记得就我们 就小朋友 然后就很好奇 然后就来 就论那种什么 抓鬼仪器 在电话里面 真的真的 我不懂现在有没有 就是来 你可以就是 你就拿着电话 然后他就跟你讲 哪里比较冷 还是种 有点像Pokemon 的感觉 说Pokemon 你是去抓Pokemon 这个是 可是 然后我就有看 我还有看什么 就是他们讲 就是来 以Logic来 就是这样的节目 看下 他们最后分析 就是出来 就是 如果有那些东西 出现的时候 那个 就磁场 就会被影响 然后温度 频率 温度也是会被影响 就会比较冷一点 对 就是 就这样 所以我就会觉得 这东西 真的是存在 不只是那些 Tools啊 你们有没有 你们以前可以玩游戏的啊 画一个神经 那个比鲜那些 这些我没有玩过 其实 我自己本身没有碰过啦 因为我是听说 有些人玩的 他会自己 伤到自己的生命 我是不玩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 这个有点冒犯的感觉 我中学时候 那时候很出名嘛 这个 那时候 那时候 我中学时期很出名 然后 他们就在 班上里面玩 但是你知道 有些学生就不要玩 比他们就故意 假假 他就故意 所以我不懂 是真是假的 就是他们到底 有没有 去 这个 这个以前 学生时期很 很黑哦 我以为是我的年代 原来你们的年代 也是有 我觉得这东西 应该是 应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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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小朋友 也是会有 还有那个四角游戏 四角游戏 就是 我不懂是四个人 还是五个人 就是一个角落嘛 然后就是 那个 就是那个 灯要关完 就黑黑 然后四个角落嘛 就是你要轮流走 A 可能ABCD这样站 A 要拿着蜡烛 然后走去 B 然后拍他肩膀 然后就是要走完 一个圈这样 然后走完了 有时候你走到一半 就有时候啊 就来拍你肩膀 其实不是你后面的人 就是 然后我是 我是相信有这些东西 然后 我不会去玩这些 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 有点冒犯到他们 或者很像自己 给自己找麻烦这样 是啊 就 我就不会去玩 但是有些人就是 他们想玩这些东西 想喜欢这种刺激感 那你们有 身边有朋友啊 还是你们有见过人家 玩那种什么 别线啊 笔线啊 这种 这样的 我没有印象 我真的没有印象 其实 我真的没有印象 可能我看到有人玩了 我就走掉 我读书时期 是听人家讲 我没有亲自见过 没有亲自看过 我是听人家讲 很多那种 现在很多 之前有一段时间 很黑的 YouTuber去玩那种 都市传说 是是是 可是他们讲 好像都是假的 可能你旁边 放一个风扇 你也不懂啊 都市传说 没有 我没有 我是觉得 在有CAMERU的情况下 就是很难是真的 因为其实讲真的 就以我自己的经历 它真的是会发生在一些 很 unexpected的时候 就像你 我小时候玩玩具 谁知道会突然间 听到这样子的声音 或者我就是在游泳池旁边 喝奶茶 你会突然间 就是它就是一个 很难去操控的一个 就在你不经意的情况下 就不是你那种 这样你看 很多时候 以前有一套 美国电影很出名 叫Panorama Activities 还是Panorama Activities 很熟悉 很看 听过 它是这一对情侣 搬进一间交 然后他们是想要说 就是透过 像一个监视器这样的方式 来记录自己的生活 Apparently 他们记录下来的 不是他们的生活 是别人的生活 是灵异事件 其实就是 全这个 搬进这间屋子过后 他们所经历的灵异事件 就好像包括 他老婆会突然之间 晚上像一个蜘蛛 这样子在地上爬 然后 又突然之间看到 好像有影子 在他们的 那个床走过 我是有去 看过这套电影 虽然我是不敢看 但是我是 那时候就蛮轰动的 我就想去看 真假 其实不知道 Apparently According to 那个电影 是inspired by real story 其实我相信 那些编剧 如果他们有本事 写这样的故事出来 一定是经历过什么东西 才可以让他们 创造这个东西出来 或者他们会去 来 会去做很多 了解人家的故事 一定有东西 发生过了 对 所以 难怪我们 写不出一个 灵异的电影 或者是灵异的 可以挑战一下 这是好事 可以挑战一下 我不要 因为我还蛮想拍的 我不要 可是其实 拍鬼戏 也是很多技巧 因为我就是想 把我的技巧运用 把我总结了 这样多鬼戏解说 好像幻觉云也是有一个拉腿 那个 就那个女生被人家拉腿 但是其实她是 被那个鱼线绑拉腿 所以你是看不到 但是你看很多技巧 有很多 鬼戏 因为它有很多来 就是 非人类可以做出的那种动作 或者那种心 所以就是会 要花很多technic去 做那个心 所以我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也许有一天 钓石 钓石 也许有一天 我们心仪可以做到 这样会是在我的bucket list里面 拍一部空战 中间受过摄影师 就会醒掉 有 但是我不会要求真人真事 可以自己编出来的吗 这种东西 这样子你们觉得 OK 像我们假说 来这种鬼戏 是这些可能 编剧 还是他们经历过 或者听到故事 这样你们觉得 那种好像我们看中国 那种我们亚洲的僵尸会跳的 然后那种 就是西方的 西方的vampires 那种 戏血鬼 这样你们觉得 我只有印象 那个香港的开心鬼 不知道 这个我也懂 这个好 这个好 如果是戏血鬼的话 我觉得 我这个我不懂 好像比较难相信一点 戏血鬼不是那个什么 虚类 没有我觉得它不是 它在我这边 鬼类它不是属于鬼 懂吗 它是属于义类 有超能力的人 就是 I mean 就是一个种族 这样子啊 它不是像鬼那种 就以灵体的存在 它是有肉身的存在 这样 可是可能思想是被 不一样 不懂 可能它就是一个 一个外星人这样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可能僵尸也是来 外星人 没有啊 僵尸是人 你是人 人的时候的尸体 你没有听过 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职业 叫干尸 有有 什么是干 就是以前很像那种打战啊 然后因为他们是在离家乡很远的地方打战 然后他们死在那边 然后就会 他们家 可能这个村就会去请一个赶尸人 就是去到那个战场 把就是住在这个村里面的那些人的尸体赶回来 给他们回家 然后那个职业就是干尸人 这个职业确实是存在 真的 所以我就会觉得 这个我就真的很好奇啊 为什么 因为那个死体就是 就是很生气 那个死体就是会站着 然后就是跟他们一起走回去这样 你的这个好奇 我曾经做过 所以我这个好奇 我也去research 嗯嗯 我不懂我research的东西是 对的还是什么 对的还是什么 对的还是什么的 所以基本上这个所谓的这种赶尸人 其实你看到那个僵尸会这样子跳 它其实是基本上他们拿那个猪 那个猪 劈成两边 然后因为以前的交通不发达嘛 对不对 不像现在就是可能你在外国去世 还可以把你的尸体运回来你的国家 之类这些 所以以前他们就用这种 我们叫做江西 江西还是江西 赶尸人 嗯 他们就会去到那个地方 然后把这个尸体 就是 呃 放上 放 不是赶他回来 哈哈哈哈 就是他们会让他的尸体 暂时先不服 他们会放那种放腹的 嗯 然后因为尸体肯定不会走路了嘛 对不对 他不可能抱住他回来的嘛 so 对不起 跑题啊 so 他们会 就是方便他们能够在 呃 把他给带回他的家乡 他们就拿竹子 然后就是 把他的两只手 穿在那个竹子上面 哦 就是这样子 前面一个 前面一个人 后面一个人抬着他 这样子 哦 所以在夜他们又只能够 因为他们 他们只能够在夜间 在夜间行动嘛 所以 很多时候就被这种民间的人 看到的时候 只看到的就是 一排东西在跳 就是一个会跳的东西 嗯 所以他们就从那边开始 就有概念 哦 人死后变僵尸 就是一直跳的 嗯 嗯 那为什么会吃人血 那个其实也是一种 房间的 传说 这样子啊 so这个就是 他们敢吃人的工作 他们其实就是 跳着 一群尸体 在晚上行走 嗯 嗯 然后他们 就是为什么会有那种 好像人家讲什么法事啊 什么那种 就是因为 就是他们也是一个仙人 就是去世的人 所以他们也是会来 会要尊敬他们 就along the way 他们会让 烧尽一枝啊 这些这样子 这个是我 research出来的答案啊 也许可能真的是 像电影这样子 是那种 就是其实不用绑那个棍 就是召唤他们 跟你一起回家 那种感觉 对 其实我刚刚 在录这个podcast之前啊 我有去 search过一轮 就是关于那种什么 农历七月的竞技 有一个我觉得还蛮 蛮 不好笑 也不能讲好笑 就是他们讲说 尽量避免蹲在 45公分以下的地方 因为就是 below 45cm 公分是cm嘛 I think so 因为就尽量不要蹲墙脚 那些 因为他们讲 这是这些地方 45分 就是以下的 45度 45 degree 就可能那个楼梯 有这样的斜度哦 然后他最低的时候 没有高度 高度 他就讲高度 就是你不要蹲下来啊 尽量不要蹲 就你要蹲 你蹲65度这样 5cm这样 因为他是讲说 就是这些好兄弟 喜欢在这些 愣脚休息 在这些角落 所以我就蹲下来 可能就跟他们 诶 好朋友 你好 面对面 去贴脸上哦 嗯 他其实这边 放了蛮多 有很多 其实我们都是 比较多 听到的 就什么 不要穿 什么 显瘦暗色 多穿 显瘦暗色 金会赢 就是不要穿 那种 dunk color 就是要穿 那种bright color 然后不要好像 不要夜游啊 选择早上出去啊 不要去海边啊 然后改去公园 不要去河边 然后叫你晚上 不要吹 吹口哨 唱歌 改听 能量音乐 那种 positiv energy的音乐 对晚上 就挺kpop 咚咚 这样子 这样子ktv 晚上不是不用凯文哦 你们没有 try过晚上 去唱KRK吗 几点前 你的晚上是几点 我最后一次是 12点到 就是到3点 我到1点 我到12点 我到12点 我终于是跟我朋友 去是 我没有啦 我没有讲到7点 来12点到3点 这样 就3个小时 当然OK 其实我反而在KRK 所以我没有觉得这样恐怖 可能我去的都是那种很 就很 多人 不会是那种很像 小包厢还是什么 就是来 大一点的 其实有蛮多啦 我觉得 我们去online找 就会找到 就是想说 刚刚有看到一个 就是叫我们 不要蹲 在那种 这样大家对农历契约的理解 有 你们觉得农历契约是什么 我其实不是很了解农历契约 因为 这个是 就是比较 华人宗教 佛教 所以对我来讲 农历契约 就是我 听人家讲 就是鬼门开 然后就很多 鬼会出来 但是这个跟Halloween有关吗 没有 没有 我跟Halloween没有关 Halloween是西方 我这个 我刚才也是有check 我们以前 除了叫农历 不是以前啦 就是现在啦 除了是叫农历契约之外 其实我们也把这个节日 叫做中元节 或者是 宜兰蒙节 然后我刚才发现 原来中元节 是来自于道教 佛教是叫 宜兰蒙节 所以为什么 我会不知道 不要讲我不懂 华人的传统 这个是 你听 是宗教的传统 但其实他们讲说 是好像农历契约 我们一直讲 鬼门开 鬼门开什么 鬼节 我们叫他 就讲说 好像比较不好 可是其实我 听到 不是我听到 就是我看到的啦 就是 讲说 其实这一个节日 其实是个好节日 还不是一个坏节日 好节日是 就是当 比如好像 为什么我们要去 烧那些东西 其实烧那些东西 就是好像是 for那些 孤狐野鬼 给他们去吃 所以现在 有点好像是 我们在做好事 这样子 我那一次 甚至是听 我家人讲说 那些道事 在这个月的道事 是最紧的 就他们最厉害 练经的 这个月的道事 农历契约的道事 都是最紧的 谁 就最厉害练 然后如果你刚好 你的亲人 在这个月 pass away就很好 因为他很厉害练 所以就超度的很好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我刚刚突然间想到 很像对你们来讲 这种烧精子 什么的传统 你们会去 keep to 去做这个传统吗 会 你们觉得是有意义的 我是一个会 我会 因为其实来讲 我会比较注重 我们华人的这种习俗 就我会延续这种习俗 但是以后 我的后代 会不会的话 其实见仁见智 他们愿意就愿意 不愿意也没办法 我主要是家人有弄 我就会跟着一起 我现在 我不会主动 去这个 开机 可是我家人 本来就没有这样的习惯 所以我就变成 我也没有什么烧 在这种节日烧精子 我觉得也是 起觉于自己家 家庭的那种 习俗观念 我觉得我这样讲 可能会被骂 因为有时候我看 烧 因为 鬼节的时候烧东西 是有时不只是烧精子 他们会烧那种 很大的东西 我在外面看 我会默默的讲 很像有点污染环境 是啦 就是那种 然后我就觉得 哇 这样子很像有点污染环境 跟科学角度 确实是有一点 但是就是毕竟 它是一个习俗 习俗 都见仁见智 就你愿意 去继续这个习俗的话 就是愿意 你不愿意 其实也没有什么 见仁见智 对 就是看自己的 就像我同一个 Generation的 也有完全不相信 这一些的 他们讲说 他们宁愿相信 那个钞票上面的 那个阿公 所以这个宗教 现在除了无神论 现在还有一个向前论 对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 今天的podcast 所以感谢大家收听 希望没有被吓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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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